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两个话题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澳洲最新发布的失业率数据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在疫情之后 澳洲的经济出现了东面和西面 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 首先来说第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 澳洲的主要各大媒体都在说 原先预期着今年加息将会从4月之后结束 结果从5月开始和6月连续两个月的加息 使得目前大家再一次提高了澳元的上限预期 把原先可能仅仅只有4.1的高峰 现在大家的预期已经达到了4.85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和专业人士都在预测 澳联储有可能会把澳元利息最高提到4.8% 那么即便是提高到4.8%之后 澳洲有可能会短暂的轻微的进入经济衰退 但是从现在央行的口气上来说 他是愿意承担这个结果的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太过于担心 就记住一点就是即便是全世界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衰退 那么澳洲也会是西方国家中衰退程度最低的那个 为什么呢 就像我在前几期节目中反复说到过一点 对比英法美德日本这些地区的话 澳大利亚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可以随时控制自己的移民数量 而每一次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通常都会大大加大他这移民配额 以此来凭空的制造出很多的国内消费 以及带入很多的资金 这样有了人 有了消费 有了资金 那么即便是在不好的时期 也会过得比难兄难弟们要好得多 新加坡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比较类似 但是由于新加坡太小 加拿大又太冷 所以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它的土地 以及它的潜在资源 使得当经济出现大萧条时期 或者说不如衰退的时候 它都能够成为发达经济体中 抵御风险最强的那一个 或至少加个之一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好事 就是上周发布的就业率的数据显示 澳洲在过去一年时间 它把它的就业水平是提高了3.4% 这个增长幅度 其实是远高于了其他的发达国家 我们对比一下数据来说的话 美国在过去一年提高的就业水平 是2.7%的增长 加拿大是1.8% 意大利1.5% 德国0.8% 日本仅仅只有0.3% 那么以月度的数据来说的话 从2022年5月到2023年5月 这12个月中 澳洲一共创造了46万5千个工作岗位 那么这个数字也是在过去10年中 历届政府来说的话 澳洲在一年里面创造 新工作岗位最多的一次 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数据 一经发布之后 现在大家都纷纷猜测 原本可能还是左右摇摆的央行 现在就业数据一旦这么好 大家都觉得完了 又要加息了 那么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和逻辑呢 我在上个星期的那篇文章中也跟大家说到 我们今天再把这个观点简单重复一下 也就是说 澳洲的通货膨胀或者是物价 如果要得到控制 并且最终能够降低 那么就需要把失业率呢 是维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什么叫做可控范围内呢 根据央行给出的目标 大约就是4.5%到5%左右 而现在呢 却只有3.5%到3.7% 这么低的水平 应该从经济学上来说呢 叫做几乎是完全就业 那这听上去完全就业是不错啊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一旦完全就业之后 那么任何一个商家或者雇主 他想要找一个人 在市场上就会很缺 这个时候呢 他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工资水平 或者是待遇 来找到这个人才 那么所有的岗位 在市场里面都缺人 那大家都得往上提一提 如此一来的话呢 商家招人的成本就会不断上涨 那么成本涨了之后 他势必就要把这个开支 要传递给消费者和终端 因此他出售的服务 或者是商品的价格 也会因为成本上升而上涨 最终会导致整一个社会运行的成本 不断上涨 所以说呢 澳洲央行以及欧美国家的央行 都希望呢 把失业率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 就是4.5%到5% 在这个范围内 有少数人需要花比较大的力气 才能找到工作 那么相对雇主来说 他也有比较充裕的人选 或者说呢 可以找到比较多的人 支出呢 又是可以控制在一个正常水平 而不会付过高的工资 澳洲央行既然是想把现在的失业率 从3.5%3.7% 提高到4.5%到5% 他要怎么做呢 他不可能直接去命令 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商店 说你必须裁员 或者说你必须要减少这个招聘 他无法做到 那么我们知道央行通常只有两招 一个呢是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 第二招呢就是增加或减少利息 现在澳洲央行所做的就是后者 也就是在过去 他通过连续的加了11次 甚至于未来还有更多的加息 以此呢让商家和公司感到对于未来的担忧和不确定 由于这些担忧和不确定在不断的累积和增加 使得商家和公司会减少对于未来人员招聘的需求和期待 一旦减少了之后 那么即便现在暂时不裁员 但是未来招的人可能会少 可能会停 一直到呢商家和公司认为经济好转之后 人员招聘才会重新开启 所以这整一个逻辑呢 就是这样 央行希望通过把利息提高 把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了之后 让消费减少了 这样商家一看 我东西卖的少了 选择我的服务的人也少了 那么我可能未来的招聘就得停一停 就得缓一缓 这样来说的话呢 市场上这个出来找工作的人就会多 或者说职位就会少 供应和需求双方达到一个重新的平衡 所以说呢 我们说什么时候加息会停止 很有可能就需要央行看到 澳洲的失业率在持续的上涨 并且在接近于4.5%到5% 这个目标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停止 澳洲的加息 当然了大家会觉得 那那个时候失业率如果继续高怎么办呢 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那个时候澳元很有可能已经达到 4.6%到4.85%左右的利息了 那么那个时候即便是央行为了重新复苏经济 开始降息 从4.85%降到最差的时候的零 中间也会有十几次的调整空间 也就是说央行会有很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做挽救经济的动作 那么再来说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知道三年疫情之后啊 现在澳洲的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别 主要的差别呢就是东西两个地方 我们说的东西两个地方呢 东面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悉尼和墨尔本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 这两个州的经济呢 一直以来是澳洲人们心目中是比较好 实际上GDP来说最大的其实是这个西澳 但是呢在疫情三年之后 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目前双双陷入了财政的困境 不管是新州还是维州 他们最新公布的财政预算呢 都是欠下了超过1000亿澳元的债务 但是呢在西面 也就是我们说的PERS 那边的人口比较少 地又特别大 他们的主要经济是来自于矿业 相比之下 三年疫情之后 PERS那边呢 经济不但没有欠下债务 反而是多出了几百亿澳元的盈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说白了 大家也都能理解 在疫情的三年时间里面呢 不管是悉尼还是墨尔本人口 稠密的那些城市 受到封城也好 或者说是战事的宵禁也好 等等这些措施的影响 很多的商家 很多的服务行业 没有办法盈利 而这个时候呢 政府给予民众的补贴 又是按照人头来算 随着时间的不断累积的话呢 两边 这个开支就会不断增加 但是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 他们的收入呢 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原本是靠着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 主要的东边地区呢 由于旅游停止了 这个商家也没有办法运行 因此很多 这个第三产业的GDP也好 或者是税收也好 没有办法收到 但是西面呢 像PERS 像昆士兰 这些矿业大省 矿区是不会停的 运矿的船 也是不会停的 因此在三年中 一边开支 一边大 一边少 另一边呢 这边疫情三年 赚钱少了很多 而在西奥和昆士兰呢 赚钱并没有少 反而还因为价格的上涨 而大赚了一笔 当然了 我们只是说说现象 最终的话呢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的话呢 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地区 还是要选择生活便利为主 因此大家还是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 所以呢 从生活便利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西尼和墨尔本 依然是我们的首选 那我们来说一下澳洲股票 和美国股票的最终不同 我们知道呢 和美国大部分是依靠科技 来创造价值所不一样的话呢 澳洲呢 其实它的核心板块 还是比较保守 或者说是比较老土的 好 说白了呢 我们这里 澳洲这边没有特斯拉 也没有英伟达 也没有苹果和微软 澳洲的核心板块呢 其实就无非就是靠着地下的矿 还有呢 还有就是靠的人口红利 也就是从长期来说的话呢 虽然这两个看上去呢 比较保守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它比较稳定可靠 所以说 我们应该是以生活在澳洲 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正如我之前说过多次的 就算是欧美经济都不行了 那么澳洲也会是 他们之中 过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下期节目 再见